最近2K公司发布一些球员能力之排行榜,令人惊讶的是爵士的新秀尼切尔与绿军的新秀塔图姆评分,竟然达到87分,他们俩可只是二年级球员啊,2K评分87分。 这是啥概念?去年的利拉得88分,二面前沃尔义是88,去年的勒福与格里芬也就87分,难不成说这两个新秀尼这么强了吗? 下面盘点下能力值在前五的球员都有哪些? 1.詹姆斯 98分詹姆斯是首个非公布能力值的,他亦是2K19封面球员之一,詹黄下个赛季就已34岁,在之前NBD史上,没人可以在这样的年纪得到98分,就连乔丹也不例外。 2.杜兰特,97分零十几年以来,杜兰特都是仅次于老詹的联盟第二人,2K公司也很明白这一点,现役除了杰姆斯之外,很难找到比杜兰特还好的球员了。 3.哈登 97分哈登上一个赛季能力值是95分,这个赛季得到常规赛MVP,也和杜兰特定列变成了2K能力值第二高球员。 可是说个实话,哈登天赋毕竟受限,想得到98加的分非常难。 4.库里 96分库里上个赛季的2K能力值是94分,这个赛季常规赛阶段,库里未保存体力,数据有些下降,可到总结赛时,他仍然是无所不能到。 5.龙梅哥 95分龙梅上一个赛季能力值是94分,还得到MVP,最佳防守球员提名,虽最后都没得奖,可是戴维斯的能力是无一的。 值得说的是上个赛季能力值94的伦纳德与梅少都没进前五,或许2K公司一验制梅少刷出来刷数据,个人倒挺好奇伦纳德,上个赛季他共享打了六场比赛,不知在2K19中,他可以得多少分。 赛季五岁 赛季五岁 赛季啦 赛季 whooute 赛季的遥葉 赛季五岁 赛季南